最新的天氣信息 公開把時間交給余茹 中午時間要提醒您 外頭很多地方紫外線還是偏強的 首先看看外頭的紫外線 雖然今天雲量偏多 所以這個紫外線跟昨天相比 好像沒有那麼強 但提醒大家 有些地方還是來到過量等級 像是看看基隆市 還有雙北市 台北新北 以及在新竹高雄 其實蠻多地方都是紅通通一片 也就是代表 這紫外線來到過量級 所以中午時間出門 還是要記得注意防曬補充水分 因為如果站在太陽底下 十幾分鐘沒有防曬 就很容易中暑 接下來透過亞洲玉圖提醒大家 其實今天是一個高壓回流的環境 所以普遍都蠻暖熱 而目前最高溫是出現在 台南預警31.6度 屏東春日也有31.5度 加一大普31.2度 至於在大台北地區新北 其實也有27度 跟昨天相比 其實北台灣的溫度又明顯回升 但中南部就是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因為剛剛提到很多高溫來到31度 但其實在早上低溫都是不到20度 溫差幾乎都超過了10度以上 至於今天剛好提到雲量偏多 主要是中層的雲氣導致北部的雲量偏多 至於今天是一個偏東南風的環境 所以東半部會有些零星降雨 被封測則是空氣品質比較不好 而接下來要放假了 禮拜六禮拜天目前看起來溫度都偏高 幾乎全台都可以達到30度以上 西半部要注意 夜晚清晨容易有誤發聲 至於下禮拜二封面影響 又要變天到時會持續帶您關注 至於未來溫度變化也要提醒您 其實六日這兩天 看看這溫度都是持續的往上升 剛好提到很多地方都達到30度 南台灣直部地區不排除還有35度的高溫 至於下禮拜一天氣也蠻好 等到禮拜二禮拜三 尤其是禮拜二晚上到禮拜三的清晨 到時候溫度會偏低 尤其北部東半部有感 至於降雨的部分也要提醒您 其實今天水氣是偏少的 可以看看幾乎只有東半部有些零星降雨 而明天則是熱力作用影響 就連各地山區恐怕都會有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所以要特別注意過兩天的狀況了 這空氣品質要提醒您 今天是一個東南風的環境 所以西半部屬於是一個被風測 所以很多地方要留意空氣品質是不佳的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 重現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16度到26度 桃園、新竹15度到25度 至於在中台灣的部分 雲量也是偏多降 也就是10%到20% 溫度16度到28度 而在南台灣就是要注意日夜溫差 相對來說蠻大的16度到31度 而因封面的宜蘭、花蓮、台東 降雨機率10%到20、15度到26度 至於離島的澎湖、金門、蓮江 還是要注意蓮江溫度偏低 只有12度到19度 以上是今天的五間氣象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